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女性卫生品牌都带有爽字 妈妈听着心里不舒服 便帮她改掉了这个有点普通的名字 张雨琪的性格中带着家庭的烙印 尤其是三岁时父母离婚 跟着母亲独自长大 年少的心里记下了母亲独立坚强的一面 让她逐渐成为大女人 周星驰这时正在为长江七号选择女主角 角色是一位身穿淡雅旗袍的女老师 一直找不到合适人选 张雨琪的形象气质令她眼前一亮 当即便让工作人员把这个女孩找出来 这部电影的开拍是一个暑假 为了这场面试 张雨琪特地精心打扮 还化了一个妆 而周星驰见面第一句话就是 干嘛要化妆 张雨琪只好乖乖把妆卸掉 而她溯源后的清纯干净 为她赢得了这次女主的机会 这部电影在2006年开拍 是一个暑假 张雨琪并没有新人的紧张和怯弱 依然保持着山东女孩的豪爽性格 她和周星驰向来有话直说 从不畏手畏脚 甚至有时直接称呼对方畏 周星驰也喜欢她真实直率的样子 两人的合作非常愉快 然而作为新女郎 前有大伙的张伯芝 黄胜一为例 星爷的眼光向来都是行业标杆 光是新女郎这三个字 便已经荣光加深 张雨琪也不例外 所有的资源都向她倾斜过来 在《长江七号》还未上映 在娱乐圈还查无此人时 她就出演了徐克导演的《女人不坏》 这部电影一共有三位女主 其他两位分别是周迅和桂伦美 一个是影后 一个是周杰伦的女主角 《名不见经传》的张雨琪 在里面饰演了女强人 第一部露面的电影 便立住了追求者排队到法国的人设 2008年对于张雨琪来说 是最巅峰的一年 《长江七号》上映 周星驰亲自摘下她的面具 向所有媒体介绍她是最新的新女郎 这年《女人不坏》上映 她凭借此片拿下金像奖最佳新人奖 两部大制作电影的曝光 让张雨琪从香港红到内地 一跃成为最受关注的女演员 张雨琪结识了内地最有影响力的华谊公司 开始频繁出现在各位投资人 大导演的身边 同样她也结识了金城四少之一的汪小飞 作为翘江南的邵东甲 高档娱乐会所的老板 王小飞不见得身家能排到前四 但她的颜值和话题度 却让她榜上有名 她的蓝会所是高端奢侈 是娱乐明星经常聚会的场所 王小飞也结识了不少圈中好友 并和当下最红的新女郎张雨琪 发展成为恋人 两人在机场激情拥吻的画面 被记者拍到 一时间成为网络上的头条新闻 向来敢做敢当的张雨琪 无意刻意隐瞒恋情 但星辉公司对于她恋情的曝光 却十分恼火 这时张雨琪和公司的矛盾越来越深 她是最令经纪人头疼的一人之一 因为不受控 张雨琪大胆承认了恋情 让公司的营销乱作一团 她还自作主张割了双眼皮 要知道星爷最不喜欢整容的女星 而张雨琪这边 她的事业明星更偏向内地 星爷的电影十分有限 公司的资源不能有效帮她开展事业 各种矛盾下 张雨琪提出了解约 解约新闻已经曝光 张雨琪再次被骂上了头条 大多指责她忘恩负义 洪乐便把恩师一脚踹开 别有人怀疑是汪小飞为了爱情 要高价为女友赎身 实则是两人争吵不断意见不合 张雨琪和汪小飞都是火爆脾气 吵起下来甚至互伤耳光 而且汪小飞还有一个企业家母亲张兰 对于张雨琪更是看不上眼 恨不得赶出家门 解约是张雨琪提出的 而且她已经做好了赔偿的准备 双方按照法律程序对不公堂 她毫无悬念地输了 然后支付了违约金 同时换得自由身 相比之前解约的黄胜一 还有其他与周星驰闹不合的一人 张雨琪算得上是一个例外 是唯一一个买卖不在情意在的人 多年后她再次回归周星驰电影 再次担任新女郎 而此时张雨琪和汪小飞的恋情 也走到了尽头 有传言说张兰拿出五百万 让张雨琪离开自己的儿子 如果真有此事 按照张雨琪的脾气 她恐怕会把钱扔到对方的脸上 她并没有像外界猜测的那样 事业爱情双丰收 而是双双陷入低谷 而有趣的是 汪小飞转身便爱上了大S徐希元 两人见了四次便登记结婚 认定彼此为命中注定 而张雨琪则闪婚嫁给了知名导演王全安 在很多人看来张雨琪的婚姻像是赌气一样 毕竟汪小飞10年11月登记 11年3月举办婚礼 而张雨琪则是11年4月宣布登记结婚 这前后脚的时间未免太接近了 但王全安带给张雨琪的不仅是家庭 还有事业上的新突破 自《新女郎》之后 张雨琪并没有其他被记住的代表作 王全安作为获得过国际奖项的知名导演 能让他从商业电影走到艺术电影 主流电影的领域 而且王全安的前女友是蒋文丽 于南这样的演技派女神 张雨琪的婚姻可能意味着 他要用心搞事业了 在他们的婚礼上 张雨琪带着巴克拉的钻戒 穿着性感的舞裙和丈夫一起贴身热舞 全世界都感受到他的幸福 同样让他走向高光的还有事业 张雨琪与王全安因拍摄电影《白露原》相识 作为女一号的张雨琪 演绎了一个看似放荡 内心忠贞的可怜女人 她是剧中的核心人物 在一群粗狂的陕北汉子中间别有风情 这部电影也让张雨琪获得了柏林电影节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得到国际A类电影节的青睐 让她登上了国际舞台 作为女星必争之地的红毯 前有范冰冰红毯称霸 后有各色女星花样蹭红毯 张雨琪自然也不会输 2014年两人结婚三年后 王全安因为嫖娼被抓 让网友一片错愕 家中如此美艳娇妻居然还公然嫖娼 外界纷纷猜测两人的婚姻出现问题 这时的张雨琪并没有着急树立独立女性人设 而是回应说将和丈夫共同承担影响 张雨琪结婚的对象是富商圆八圆 两人相识仅仅70天便闪婚 而且婚后张雨琪还生下一对龙凤胎 因为怀孕不得不推掉大量偏约 没能延续美人鱼的热度 但张雨琪的丈夫曝光后 却不断被扒出黑料 他先是被扒出有一个私生子 其次又被质疑是伪富豪 网友纷纷心疼张雨琪再次被骗 同时而来的还有嘲笑 没想到袁八圆这波卖惨 却为张雨琪天才不少 网友纷纷力挺她 暴打渣男十分解气 那个霸气的大女主形象又回来了 不久后张雨琪便在微博上宣布自己离婚 并独立抚养两个孩子 同时再次高调搞事业 其实袁八圆和张雨琪彻底决裂就曾经爆料过 张雨琪曾和张前豪刚认识一天 后一天就开房了 根据袁八圆的爆料 张雨琪和张前豪是在上海的一次聚会上认识的 先来扒一下张前豪的背景 张前豪是新加坡人 毕业于美国某商学院 曾担任过某知名公司的CEO 当时二人虽然已经离婚 但张雨琪和袁八圆仍同居了一段时间 随后张雨琪就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了一段毁三观的回应 但真正让张雨琪翻身的 还是去年的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在家家娱乐敬请关注哦